自在天光绘画艺术展 阴光的入口艺术驻春计划 感受到花莲大山中纯净自然的美好 启发了这次探讨城市太阳光的主题 透过绘画创作 以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来描绘光与自然及万物之间的关系 太阳光日复一日的不停循环 看是简单且固定的自然现象 预长无比的奇迹 每一个时刻的光带来不同的能量及感受 只是我们很少去留意这些细微的变化 享受太阳光是人的基本权利 我们无需追寻也无需付费 它致富一日规律地来到我们身边 紧紧地陪伴 然而伴随城市的发展及高楼建设 无形中限制了人们享受阳光的权利 敞亮开阔的天津线也来成为一种奢望 成绩和时 充足的采光也成为房屋购买 及住窗挑选的有价条件 繁楼的城市发展 到头来却要用机钱去换取人的基本权利 灰尘的雾霾 高雄的建筑 紧密的街道 遮蔽了蓝天及阳光 无形地影响了人们身心灵的健康 展览中的绘画作品 使用压克力颜料及油画布绘制而成 共展出53件大小不等的创作 以太阳光为主轴 透过三轴表现方式来呈现 有抽象也有具象 运用不同的构图内容 绘画技巧及工具 而呈现不同状态下对太阳光的感受 第一主题 运用几何线条及间层色块 描绘从日出 长成 正午 午后 傍晚 到日落 不同时间点光线的变化及感受 透过女性的形象 及各种自然生态 以柔和的拿破裂黄 作为代表光的颜色 贯穿所有创作 以主题搭配不同的色系 营造出流畅的视觉感 及想象空间 第二主题 以具体的形象及生态系作为题材 绘画中的植物都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真实预见的 她将对这些自然生命的喜爱 透过作品描绘下来 女性的视周围绕着各种植物 犹如人站在树下 抬头往天空的方向看着阳光 光线穿透树叶 让大地派上大地洒落下来 细微的白色亮点表现了太阳光 如星星般的明亮 耀眼的光滋养了大地 也丰富了人的内在 成为生命前进的动力 在这个主题中 有三幅更为精致的创作 画中的女性身旁围绕了许多栋植物 她的头部被遮盖起来 象征的将主要感官关闭 暂时不用头脑思考 聆听真实内在的声音 并感受一切 三幅创作都运用饱和的色彩 及植物图屯作为背景 女性四周围绕了许多精致细腻的动植物 营造出大自然多彩多姿丰富的一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主题 回归站在没有遮蔽 以及无览的太阳光下 来自花东重谷的创作 场景的线条 描绘了光复与万物的生命力 搭配上晃道的云游 打造出野生眼长蓬勃的生机感 透过主图的方式来呈现系列创作 象征着山林间大小不一的农田地貌 呈现出物产丰饶的景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们在物质生活中努力奋斗 遵征着有行有价的事物 却也遗忘了生命中单纯的珍贵与美好 然而这些 王宝都是照顾主赋予人的基本权利与富足 他们无行无价 如阳光 空气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览除了透过绘画作品与大众对话外 在展区特别安排艺术创作活动 让有戏区花花的旅客体验创作 享受在博尔特区美好的午后时光 艺术家在展览期间也会弹奏手蝶乐器与民众互动 透过空灵音乐的分享 营造出更为自在轻松的艺术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寻回享受太阳光的自主权吧 为未来的自己及孩子 留下完整的自然之光 珍惜来自造物主赋予大地无价的礼物 领会太阳光给予的能量及希望 试着去体会不同时刻及环境中太阳光带来的能量及感受 好好用心的生活保持自然的本性 从外在走向内在 引尖光带给身体及心灵的丰盛旅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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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